當我從座永樹做仿蟬 原來是靠這招致富 有一個房間 我自己感覺到怪怪的 我私下跟那房東講 老人家白頭髮有拐杖 愛咳嗽 他說對啊 是不是還在了嗎 他不講話 就拿了20萬給我 老師好 這樣子拿20萬台幣給我 因為那個房子成交 你不要講 對 那個房子成交 他可以賺1.2百萬 那時候我很掙扎 這才今晚11點 麻辣天后傳 準時上朝 不是